我反倒是对他的歌而体还挺欣赏的 这种快节奏的这个像说唱乐一样的歌曲 舞曲啊 这个让人非常的激动 而且这个特别来劲 对不对 感觉周日下午就是需要一首这首歌 然后让大家动起来 要不然都快睡着了 特别疲惫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是下午的4点11分 难道不是就是应该睡觉的时候 那你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请说 我又想见一个老哥 您说说看我们一会找好不好 谢谢您 您说您想听啥歌 您说歌名 歌名是什么 就是叫三轮车上的小姐 三轮车上的小姐 这个是谁哪一位演唱的呢 谢谢你啊 行的我们找找看 谢谢这位先生 谢谢啊 好我们一块来找找看啊 三轮车上的小姐啊 进来就是一首挺老的歌 有点事是耳哥那首吗 你首先得有三轮车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是一首耳哥 好算了我不想这首唱完 有点害羞 那你可以继续 你看在周二的一个下午 刚好是小轮唱歌的时候 感觉今天心情还不错 可以唱两句 今天心情不错吗 还可以啦 星期二哦 就是周二觉得说 哎终于又过了一天了 可是离中国还好多天哦 没关系我们要积极面对 我们来听一下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请说 喂你好去您请说 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点一首歌 你说想听什么歌 想听大张伟的禁止 大张伟的禁止 行好我们来点 谢谢 没问题啊 谢谢拜拜 这个今天大家点个热情都挺高 可能昨天呼吁的还有 蛮有效的 是啊这个 本来觉得这个周二有点 离周末遥遥无期的感觉 有点闷 刚刚过了周末又想过周末 真的是不像话 这个好好上班不行吗 这是一种泛滥的状态 好今天那个 现在是下午4点13分 我们继续像每天一样 在下午的4点到6点 我们跟大家随便聊聊天 说一些有趣的话题 当然这个今天开场的话题呢 还是延续昨天的那个新闻 并不是那么有趣 就是昨天发生在西区 Messie地区的一个凶山案 很受大家的关注 因为有一度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跟华裔或是亚裔有相关 就是昨天我们有分析 这个可能性相当大 而且今天得到确实的消息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至少 我们说至少这个凶手 应该是个华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凶手申请了姓名保护令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 在这边给大家透露这个凶手的姓名 姓姓名谁 尽管我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的告示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作为媒体呢 我们有这个遵守新西兰法律的要求 我们不能公布这个凶手的名字 所以我只能够把这个名字往肚子里验 不能跟大家来详细说明这个人是谁 但是呢 很明显的一个细节呢 就是法庭呢 给这个凶手配备了一个普通话翻译 Mandarin Translate in Mandarin Mandarin呢 在这个英文里呢 既是橘子的意思 也是普通话的意思 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凶手他是讲普通话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说讲普通话 也不一定是华人 但是这个逻辑也可以这样凹了 但是基本上这个 可以说极大极大的可能呢 这个凶手是一个华人 至于这个被害者呢 被杀的人呢 可以证实的是警方已经公布的 两者呢 曾经是伴侣关系 曾经是partner 而且是个雅裔 所以呢 这个种种迹象指向呢 可能也是个华裔 但是这个呢 因为没有说得到确切的 法庭的证据 我们不敢断言 就是目前就这个状况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呢 就是这位男子啊 昨天在刺杀的这位女子啊 这个女子的手上有一个 人身保护令啊 这是针对这个男子的人身保护令 也就是说呢 根据这个此前的这个 警方发布的这个保护令呢 这个男子是不能够靠近这位女子的 所以可能他们在之前就有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是一个保护令来保护这个女生 但是呢 显然这位男子呢 是没有理这个保护令啊 这个不仅是靠近这位女子呢 还把这位女子呢 刺杀啊 这个杀害在大马路上 当然这个有些媒体可能在说啊 这个是不是有保护令说明 因为他们又是partner呢 是不是他们以前有这个家暴的行为 或者怎样 我们去做了一下研究 一般来说呢 拿到性命保护令呢 往往往往往会和家暴有关联啊 很多情况都是啊 但是在法律上呢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不是有保护令的 就一定涉及家暴行为 我们今天在办公室讲啊 这个可能分了手之后 男士想追会这个女士 每天送花送巧克力 送各种讨好对方的东西 如果对方不想恢复这个关系 不胜其扰 其实也是可以申请保护令 对 就是如果他已经触碰 触碰到你这个不喜欢的 这个个人的界限了 是 当然关于这个案子呢 就是这样啊 这个今天呢 不管是中文媒体啊 还是英文媒体呢 都派人去这个法庭 西区法庭参审了 所有的媒体 所有人都知道 都已经知道这个凶手是谁 估计很多人也知道 被害人是谁 但是还是因为性命保护令的关系呢 我们不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公开 其实新西兰这个性命保护令呢 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事情 在我们原居地呢 我们知道 如果案件涉及到一些隐私 尤其是涉及到青少年犯罪 或者涉及到国家机密 比如说刘强东这样的事 开玩笑 这个可能有性命保护令的问题 但是 一般情况下 一般的基本的这种刑事案件呢 是很难出现这一个性命保护令 大部分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当事人的性命 你这个就不涉及到隐私嘛 对不对 那又不涉及到未成年人 一般都是可以的 但是在新西兰的这个很多案件呢 都会涉及到性命保护令 可能呢 就是出于这个 怎么说呢 和司法公正的考虑 是不希望过多媒体的报道 来渲染这个事情 造成这个法官受影响 或者陪伦团受影响 让这个案件呢 得到不公正的审判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想 这个做媒体也真的挺难 只能挖掘各种蛛丝嘛 就是 而且你还不能报 这个事件呢 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所有内容呢 都是到目前为止 警方的这个声明中涉及到的 凡是没有涉及到呢 哪怕我知道我也不能说 我也不能报 我也不能报道 也不能够谈论 因为这个事情呢 可能涉及到 侵犯司法公正 这个好像 听上去很大的罪名 要不然我们就说到这 好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给大家报告一下 这是有关西区的 这么一个事 在这里呢 继续欢迎大家来点歌 这个欢迎大家多多点歌 这个有的时候呢 觉得清天下午啊 这个还是多点歌比较好 多放放歌 多轻松多愉快一些 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呢 是来自伟号0025的 这位朋友点播的一个 照船的歌啊 叫做Hotel California 我们知道Hotel California是 经典的一首 经典名曲 这个照船呢 是把它终于演绎了一下 因为是照船上 照船唱的 照船唱的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播啊 我们来听一下 有时候这个事情呢 就是那么的神奇啊 这个前几天 这个我们在这里说半天啊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听众反应啊 嗯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个可能是因为周二的关系啊 噼里啪啦 有好多朋友点歌啊 这个太好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啊 或者是啊 就我们的话题呢 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啊 010998 或者是095251042 说话题啊 首先呢 给大家说一个政治话题 我们是就用轻松的方式来说政治 说的好玩一些 昨天晚上有个民调 对 基本上呢 就是啊 是电视一台的民调 是 在这里呢 有一个小科普啊 这个一般来说 新西兰的民调 你别看民调啊 都是民调公司做的 对不对 那他其实也是分倾向的 就是还是稍微会有一个政治倾向 这个事情很神奇啊 这个 大家都做民调 为什么会有倾向呢 其实呢 那因为媒体会有政治倾向 媒体当然有政治倾向 媒体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啊 除了这个Fox News之外呢 其他都是做的 这个Fox News呢 是特朗普的 他看上去都有点像他自己开的感觉 说到这个民调呢 民调为什么可能会显出倾向 就是你民调制作的方式 以及你问占 问占发放的方式 提问的方式 对对对对 都可以啊 不知不觉的会显示出一些倾向 因为有的问题可能就特别有引导性 对你的设计的问题可能就会让别人会往一边倒 昨天公布的呢是Win News的民调啊 这个一直以来呢 差不多这个民调呢 都是会偏右一些啊 就比较偏向国家党一边 对 昨天这个民调呢 国家党的支持率呢 刚才他们的民调呢 达到43% 比上次还上涨1% 工党呢 也上涨了43% 绿党呢 差不多是6% 这个优先党呢 比较惨 下跌2% 达到了3% 这个剩下行动党 毛利党都是1% 行动党这个党很神奇啊 这个无论他怎么努力 和怎么不努力 反正都是1% 不会上涨 也不会下跌 是吧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 我觉得David Small 其实挺努力的 这个他个人挺努力的 但是这个行动党 这个民调 就是常常会觉得 行动党是不是就是一个 一人政党的感觉 就是他们的所有 其实他历史上不是 历史上他是个很牛的政党 曾经好多好多国会议员 一字排开 排好几个的那种 就是到了近几年 但是到了从John Banks开始 从Rodney Heid的后期 到John Banks 就一直就是一人政党 我跟你说 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原因 我个人分析啊 你看我们刚刚说民调 我们就散开说 我个人分析 就是因为他从国家党那边 拿到了Epson 礼让到了Epson 拿了这一席 这种事情呢 是双刃戒 你们明白吗 就是从John Banks开始 他从Cocker Junkie 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国家党把Epson 让给他 行动党呢 就是有一席国会议员 他当然他那时候的想法 是希望行动党 能够多一些支持率 这样能够再多带几席 进国会 但是从那个开始 那时候开始 行动党就是一人党 每次就是 就是一个人进国会 然后1%支持率 有的时候比1%还低一点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他受让Epson 选区的代价 也就是从全国选民的角度来讲 你行动党就是这样 就是随便给你一个选区 你就一个选民 就是你稍微可以 为自己发声就够了 选民会选 我们来听一个电话 喂你好 两位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您想点歌 您说 我要点林子祥的四孟迷离 四孟迷离 好 好哥 谢谢你 拜拜 四孟迷离 我还挺喜欢这个歌的 我们刚才就随便聊了几句行动党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你在政治上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 这个政党的往往就会变悲烨化 因为大部分都会觉得 这个行动党就是国家党的小弟 对不对 我干嘛要把政党党偷给你 就是如果是支持国家党的民众 那他就直接投给国家党就好 他没有必要投给行动党 那么行动党什么时候能走出来 那如果Davidson今天跑过来的时候 我宣布2020大选 我不要Apson受扰 我不要 我自己选 我能选上是我牛 这个党才有冲政 10%的时候 喂你好 说一下 你们好 你好你好 您想说啥 昨天的杀人案 我可以说几句吗 您可以说几句 但是对 这整个案情现在已经在发起 不是合金合理合法的说 合金合理合法 好行 我相信您 您说看 所以又一个移民而没有六乡随俗的家庭悲剧 又一个移民没有六乡随俗的悲剧 是啊 好 您的观点是这样 为什么吗 您可以说为什么 可以呀 因为如果那个男的移民过来 就相随俗 他一定不会跟那个女的有什么冲突 如果他有什么 那你什么错误也可以原谅他吧 反正 您就觉得在新西线来就原谅一样就好了 是吧 不怕找不到女人 对啊 好好好 感谢 感谢您的 你们同意吗 我不认为很同意 但是我感谢您发表您的观点 谢谢 你们两位就乡随俗了吗 我们乡随俗了 可是这个东西呢 首先呢 感谢您的发表的意见 但是我们相信 这个新西兰每年都发生很多凶杀案 有很多是本地人杀本地人 不过你乡随俗就不有这种背景 肯定 好 感谢您 谢谢 拜拜 这个呢 实在是不能认同 这个新西兰每年都发生很多凶杀案 有很多家暴的 有很多本地人杀本地人的 这个如果一概说 入乡了就会随这个索 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 我个人观点了 还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先生 来贡献他的想法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国会 这个行动党呢 我个人觉得 就是如果他真的要摆脱 这个一人党的形象呢 你就真的不能再礼让 不能再受这个礼让 你再受礼让 你永远永远 就是不要一直当小弟 你有种的自己站出来 对不对 你要真的形成自己党的形象呢 你一定要站出来啊 我们说远了 说回这个国家党这个支持率 45%看起来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得派率啊 所以这个我们的国家党的党魁呢 Seven Bridges呢 是 骄傲起来了 感觉不错啊 这两天他感觉确实不错啊 因为这个45%呢 是让他暂时的这个党魁位置呢 是安全 我们一直在说 对 因为大家之前一直会觉得 好像工党的支持率稍微比较高 而且在之前有另外一个民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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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的民调 三台的民调 工党的支持率是稍微偏高一些些的 那在这个民调呢 他不仅是守住了40%的底线 而且还突破到45% 对 我们要知道去年 前年 前年大选 前年大选的时候 17年大选啊 这个国家党最后的得标率 44%几几 还不到45% 对 也就换句话讲啊 如果说这个民调 做实的话呢 甚至比大选的时候 Bill English旗下的国家党还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是没有理由换党魁的 嗯 他觉得自己有稍微做出成绩了 其实他是当然不会想下了 从中文迹象来看 Simon Bridges 但是底下国家党的其他成员呢 可能会想把它换掉 对不对 但是你换党魁得必须有一个理由 嗯 你现在 Bridges把那个党魁 这个民调拿出来看 你我45%你来换我 对 你有什么理由来换我吗 嗯 所以呢就 就不能换他啊 所以呢这个 现在是这个民调 对于Simon Bridges本人来讲呢 是有一点点好处的 党魁位置坐稳了是吧 党魁位置坐稳了啊 但是你要说这就完全意味着 对国家党或者说对国家党 知之是好事呢 还真不一定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哎 叶子编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入乡随俗的事情啊 刚才说那个 是 他这个是个摩杀或者求杀 跟入乡随俗没有关系 我觉得也是没啥关系 跟哪个种族也没有关系 是是是是 我记得多少年以前 叶子编应当过来 在南岛有一个 他过还是哪个大学的讲师 捅他旅朋友啊 对对对 那个叫戴眼镜 那个对 捅好多好多刀 对对 166多刀 是是是是 他们两边都是白人 都是TV 你要那往往前说了 David Ben那个案子 虽然David Ben没有被证实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包括这个 做315枪走也是白人 虽然不是澳大利亚 就是我这两天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发出昨天早上 嗯是昨天早上对 整个华人媒体的铺天盖着 这个死者是华人 是这个凶死是不是华人 干嘛究竟这个 这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生发人 是当然是我明白您的意思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干嘛先关心这杀什么人 他只是杀人 呃这跟总统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一个那个说两句行动党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 您说 我觉得行动党他自从那个罗德林海辞了之后 嗯当然他是赶了好时间 他们就带了好几个议员 其实六七个在议困 然后每次都是一个 对每次一个 然后而且是靠那个国家党让 对 其实这是一个MMP的耻辱 然后呢 嗯 这个党其实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是 这个刚才曾经理说的 国家党让他是想他一代二一代三进去 对对对 他的支持永远是在1% 很问题 对对对 其实国家党现在最后悔的是国家党 让他就白让 而且现在把他投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行动党 我预测下一届 2020肯定会消失 是吧 对对对 好 然后那个 嗯 国家党现在呃 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是 就是不管他是这个民调是骗子 对对对 他基本上很不错 是 但是他他再不错才可能努力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我相信可能等左翼政府迟到2、3年之后 嗯 大家对这个厌烦之后 的然后会有一个党 就出来 出来 对对对对 好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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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这位朋友呢 应当说对新西兰政治的了解 还是挺深刻的 其实呢 他也讲到了 我原本想说的一些内容 就你看这个国内党民调 现在是45% 不管是45还好 40还好 或者怎样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新西兰的右翼基本盘 就是这么多 就差不多四成 四成多一些 不可能超过五十 大概在四成二三 四成四五这样排缓 选的好一点的就是四成四五 差一点的就是四成一二 但是呢 四成一二和四成四五 对现在的新西兰政台来讲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为什么没有区别呢 因为新西兰政台有个 很好玩的现象 就是在左右翼的政党 敬畏分明的情况下呢 左翼政党呢 它的选票比较分散 对 右翼政党呢 因为国家党在 Junkie时间的力量 太过强大之后呢 它几乎集中了 所有的右翼选民的支持 简单来讲 你看这个行动党 不管它百分之四十几 反正它就是基本上 把右翼选票一卷而空 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恶果呢 就是你看 其实去年大选也是这样 包括这次民调 你来看国家党 百分之四十五 对不对 大家这个国家党 支持很开心 这个可能三分不一切 也就是它的位置稳了 可是你再看一下 工党百分之四十三 绿党百分之六 化成一席的话 工党和绿党加起来 就可以执政了 对啊 按照这个民调结果 甚至比 对于左翼联盟来讲啊 就算这个民调 民调坐实了 它甚至比大选的结果还要好 明白我意思吗 它根本就不需要优先党 因为优先党是一个 有的时候忽左忽右的政党 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 闹哪一出 所以从左翼政治职政联盟的角度来讲 那当然是不希望优先党的 大选上次大选 两千一千一千一千年大选 那真就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优先党上不去 对 所以这个年生出于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说国家党的这个民调 一直就是四十四十 一四十二四三四四四四五 然后与此同时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行动党 又一直至就是这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五 百分之一点五 没有用 没有用 它只能够带进一个国会议员 这个国会议员 如果国家党不让给它 其实没有根本的区别 国家党自己拿了就好 当然可能说 有一道算如今要做 是不是能够多出一席又一 但是呢 真的是没有多大意义 再看毛利党 毛利党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 忽然这次出现了百分之一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毛利党现在在毛利损区 根本就没有号召力 对 所以说国家党去找谁合作 它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解决不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 把优先党找回来 那如果它要想办法 把优先党找回来的话 那它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工作 我去年在2001年大选前 我曾经到了国家党的 这个造势现场 我当时就有一个 很吃惊的感觉 反正过了好多年随便讲 当时在台上 以Bill English开始 所有的国家党议员上台 都在那里骂优先党 就上台之后呢 就嘲笑几句 Winston Peters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我当时就觉得 然后国家党 你知道这个Junkie 以前还曾经公开表态过 什么我不跟优先党合作 那个时候是 国家党力量多强大 他一个人就够了 他根本不需要 他根本不需要 对不对 现在在去年大选之前 这种情势 我认为在这个 世事大会上 你公开对 Winston Peters开嘲讽 这是一件 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非常 我说愚蠢有点过 所以我不说愚蠢 我觉得非常非常 没有考量的事情 再加上 Winston Peters这个 老皮统治 老皮老皮老皮 我就说老皮怎么样 老皮 老皮是一个 他非常记仇 OK 所以他就觉得 你既然都已经这样公开的表明 你不会跟我合作 我有比 为什么必要学 所以呢 你说 你说这个 你现在如果想去把优先党拉拢过来的话 你看优先党现在的民调支持 只有3% 他都拼不了国会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延伸出去的话题 所以呢 就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简单分析 民调有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说在现在的新西兰春台 如果外国家党要重新上台执政的话 你要不然就像Junkie这样 我就48 对 48支持率 想办法把自己的支持率拉到 48支持率 为什么 当然有朋友 42不是不到50吗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小党不到5% 这些票去掉之后呢 48差不多就过半了 是 从国会许四的角度来讲 就是过半 那你到时候再拉一个 小弟 行动党就可以了 要不然呢 就是说你要培养出一个 比行动党更加靠谱一点的 伙伴政党 那有谁呢 就比如说前一段 就是他那个党内有个议员 要出来 有一种说法 要出来搞一个什么 基督教保守政党 或者你干脆 干脆跑回去找那个新保守党 或者说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讲的 可能左翼政府执政 两三届之后 中间选民不高兴了 觉得这个左翼政府执政 时间太长了 我也要随便搞一个 右翼政党出来 对不对 搞不好我们华人回头搞个政党 当然这个华人党是不太可能 但是会不会有这个政治倾向 比较接近右翼的政党出来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 一直有一种谈论 就希望Judice Collins 能够自己站出来 组成一个政党 对 这样可能对于右翼的政治来讲 是件好事情 等于就是又另外一个党 然后一起跟国家党 你以这个Judice Collins的这个号召力 是够的 你拿个3%的支持率 3%的支持率 应该可以吧 那回头这个国家党操作一下 或者甚至都不需要操作 因为这个Judice Collins的 帕帕库拉是非常有号召力 对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喂 你好请讲 今天说政治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到这儿了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挺佩服老皮的 因为老皮他其实是国家党出来的 对对对对 是他是国家党出来的 如果他没有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优先党是没有了 对 但是反而是另外一个人 我自己的他应该可以出来 就是Judice Collins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他就像是出来的 其实之前有个更好的人选 但是那小子也不错 我花了大钱 我结果没怎么好 你说Colin Craig 对Colin Craig 其实我刚开始是保守党 应该是可以的 结果他也是搞得一塌糊涂 犯了天下哪里都会犯的错误 其实挺可惜的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怪优先党 或者是行动党之类的 你知道有时候 就是那时候王小鞋那个时代的时候 其实也花好多钱去做promotion 你知道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知道选举其中一个就是打钱 对 是啊 你看美国选举哪个国家的选举都是打钱 是 不管我反而什么东西都是钱 对 你看Rin Brown也是 或者是现在我们的FUGO 你看直接不要打钱 就是选市长 马上就打钱 对 对 是为了经济嘛 所以没有办法 是的 如果说好的话 但是我觉得 甚至就这样子 没有好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给乔哥一句话吧 乔哥 乔哥怎么样 他明年还是要下了 真的不行 你说你拿个4% 6 今天有6 如果 如果 我6 我6也行了 跟6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就两个百分别 对吧 但是我觉得 Julie Collins他他也不会出来 因为他支持力96 如果他支持6 说46 那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或者36 或者26 我相信他也会出来挑战 但是现在又是6 66 其实66就得6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 如果是6跟16 或者6跟26 那就不一样的东西了 是啊 对啊 如果6的话 而且现在这个锅 随随随随随来 随随来扛的话也得死了 嗯 好的 所以大家都在看 我写的 嗯 好嘞 谢谢你啊 然后我先走歌行吗 那你说 嗯 因为我感冒了 但是公司起架了 所以先走 谢谢的明天老子不上班 明天老子上班 好的 谢谢啊 拜拜 明天老子不上班 这个我要是能说这句话 就牛了 哈哈哈哈 不行啊 明天还是有很多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在等着我们 好这个 刚才讲了一些些啊 这个看来这个大家都 哎 你说政治话题 还有一些人挺感兴趣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听众观众 对于新西兰的政治 还是蛮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啊 这个刚才有一位老先生 点播的一首叫做 三轮车上的小姐 对不对啊 我们找到这首歌了 是一首经典老歌 是由一位叫 曲云云的歌手唱的 这应该是一个 相当相当相当老的歌星了 是上个 放开聊 一开始就来个电话 我们听一下 喂你好 你好 我点的环保歌 已经有两个星期也没有放出来 环保歌 什么环保歌 是橄榄树吗 橄榄树是吧 那是环保歌 环保歌 橄榄树 好我们今天看看 OK 拜拜 拜拜 橄榄树 环保歌 为什么是环保歌呢 就很多树吧 OK 就是树木就是跟环保 跟环境有相对 可能是吧 好的 这个环保歌 我还以为这个我们又知道歌又来个环保歌 以后就叫这位朋友环保歌了是吧 这个应该 OK 我们说还是说说再说一些这个 新西兰政治的话题 你看这个国家党昨天的支持率 民调支持率有点高 可能很多国家党选民有点开心 这个看 当然这个希望自己的政党支持率高 但是呢 我个人呢 有一些小的分析呢 就觉得呢 如果是 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 恐怕会有一种温水指煮青蛙的味道 你明白吗 怎么说呢 因为你有40%几的支持率 反正只要在40%以上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吗 就三分杯就不会下 就不会下 刚才那位打听话听说 他希望这个三分杯就能够下台 给大家有点希望 但你只要是这个支持率在4%以上 是 就没有理由换他 对 除非他犯了什么重大的错误 一般来说也不会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现在是 就是快到8月份了 是 大选呢是在明年 一般呢是在9月份 所以大概一年左右 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你要来换个党魁 重新做的话呢 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 哦 所以如果再晚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能 三分杯就是一直当你党魁 就可能就是如果你说 再到今年年底都没换的话呢 嗯 除非你能够长到一个 杰心达安顿一样 这个像上次大选之前来一个 就什么 杰心达美年是吧 对对对 那个杰心达热 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些 呃 之前不是有人说想推一个 感染力 前纽航的 啊 Christopher Luxon Christopher Luxon 人家都没有辞职呢 还 而且我们以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 就算牛如Junkie 几十年难遇的政治奇才了 趁得上次 嗯 他也是在这个回到新西兰之后 在国外党内部是待了好久啊 待了 我记得是05年回来的 05年大选输了 08年才 才出来 哦 才 还不止05年 我印象中是在05年之前就回来 对 经过一次失败的大选之后 熬了很长年头之后呢 才 才脱颖而出 嗯 所以你说Christopher Luxon 他真的比Junkie都牛 但是因为蛮有趣 就是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 他有1%的支持率吗 对 那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说明有太多国家党支持者 实在太不喜欢 Summer Bridgeson 对 他政党支持率45% 45% 个人支持率才4% 大家想想 5%6% 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哪有 有39%的国家党支持者 都不是支持 对 你看看 他宁愿说谁都不选 他可能不会选Junkie的阿顿 但是他宁愿不选 他想要哪个当 那个什么总理 他也不选 他或者要不然就选了Judice Collins 要不然就不选 你看 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像这样 温水煮青蛙煮下去呢 搞不好真的我觉得啊 这个可能 嗯 会让事情越来越糟是吧 让国家党也没有机会 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 政治非常诡决啊 所以说不好一定就会发生 或者一定不会发生什么 嗯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上次大选之前 就现在脱颖而出这个过程 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观察啊 这个看看国家党 看看三分不就还有什么招吧 其实他最近挺那什么的 挺大胆的 嗯 今天他就非常勇气 有勇气的说了一番话 嗯 这个时间关系啊 已经快到这个整点了 我们要进整点广告了 嗯 我们在整点之后呢 再回过头来给大家讲讲看 今天三分不就说了一句话啊 说的非常有勇气 应该是梁静如给他的啊 哈哈哈哈 所以待会要放一首梁静如的勇气 是吗 我们一会儿过了整点来 来给大家聊聊这个啊 这个 嗯 之前说的话 这个来说的话 那在这里呢 先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 还是啊 这个也为听众打电话的这个 呃 就也挺早的打电话的听众 想听一首来自大张伟的静止 对不对 像这样一首难唱的歌呢 基本上我们只有跟着哼唱的份 哈哈哈哈 对 没有没有没有敢挑战 实在是太难唱了啊 这个林志炫啊 已经50多岁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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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少说几句好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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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唱的好 在我看来绝对不意味着 就是那种嘶吼 也不意味着炫技 就是要有很有技巧的 真的是很有技巧 而且这个歌声 非常的有穿透力 对 真好听 这个来自 伟号0025的这位朋友说 哇中文真好听 好好听哦 中文歌手唱英文歌 大家加油啊 多点点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 是很多歌手 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声音是非常有power的 但是可能是要为年纪大 中气不足 对 毕竟声线还是会改变 没错 那林四川好像不太有这个问题 不太有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中国歌手唱英文歌 大家优着点用啊 真的不要玩快 对 就好像有点钻漏洞的感觉 擦边球多打不好啊 擦边球只有偶尔打一下才行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请讲 喂你好请讲 你好 你好是您 是您 您可以说 喂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我们时间有限啊 不能够 对 可能是您为 您可能需要关一下电视 或者是收音机 对 要不然这个时间的延迟挺厉害 好我们这个听了一首好歌啊 这个让人非常激动啊 这边呢还有不少听众朋友点的歌啊 我们一会儿一一来播啊 这个尽量给大家把这些歌都播一播 星期二嘛 对不对 对 就是要听歌 就是要听歌 是不是 星期三其实也是这样 那每天都是该听歌 星期四到了星期五 到了周波 你有哪一天是不听歌的吗 星期一啊 为什么星期五 星期一没人点啊 对那也是 真的 又来如此啊 好的 这个我们在整点之前给大家说的一些新西兰政治的话题啊 说到国家党工党呢 还是很多朋友关心 华人挺神奇 似乎都对 其实华人对政治我就挺感兴趣的 嗯 是 我真的是 是不是 每次讲到政治 好像大家参与度就高了 是啊 是不是会不会是我们周边人的关系 我感觉到我周边的华人对这个政治问题的兴趣都挺大 所以常常吃饭就会聊 你会聊啊 而且也会参与到投票啊 所以说 有一种说法说华人政治人情不高 参与投票不高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 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 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呢 人会被周围的这个所谓错觉 嗯 做出一个错觉 对不对 呃 伟号3798就位朋友说 如何才能表达出因为西蒙的无能才不选国家党 能转达给他本人看看他会怎么做 呃 下次如果我有机会采访他的话呢 我会把您的意思告诉他 我说有一位Chinese 呃 National Supporter 嗯 他是因为那就是Because of 怎么说 你的 Because of you Because of you 是吧 会不太好了 好像有点直接 有点直接 没关系 我就是因为你才不支持国家党 没关系 我试图啊 下次如果有机会 大选之前肯定是有机会的 这个 呃 转告他一下 希望他到时还在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困惑 为什么其实我这个话 你参与政治的热情挺高的啊 大家都对政治话 就挺感兴趣的 嗯 呃 来听个电话 是不是刚才那位老先生 喂你好 你好 喂你好 喂 你好 啊 啊 是您 您有什么话讲 是我吗 是您 是您 没问题 是您 是的 我还想点一个老歌 啊 您可以这个 现在点我给您记下了 但是可能明天播了 好不好 三四年代的 啊 您说看 你要听什么歌 每场歌 卖什么 卖堂 卖堂歌 对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来找一下啊 呃 这个你看老听众听听老歌 新听众听新歌 哎 这range很广 range很广啊 直接从这个林志炫杀回来 其实有一点突兀 呃 今天的这个三门拨就是呢 呃 放大招啊 我们在节目这个 正点时间给大家讲啊 这个梁静如 因为梁静如给他勇气啊 所以可能他去卡拉OK 唱过梁静如了啊 当然更可能是昨天的民调给他勇气了啊 对啊 他今天说了一句话呢 这个挺刺耳啊 他的啊这个我们总理呢 就新党政的形容为part time prime minister 执意过来就是兼职总理 他就是执一执一执森戴尔顿说 难道你只是一个part time 他说他是part time啊 与此同时呢 他还质疑我们这个政府呢 是part time government 就是兼职的政府 这个我其实挺好奇 我们这个政府那 那主要职务是什么呢 主要工作 或者说杰森拉丹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啊 这个不知道 当然这个作为反对党啊 这个三门就是想说什么都行啊 他做任何攻击都是可以的啊 这本身就是反对党存在的意义 对 也是他们的职务之一 就是他的工作啊 他的工作就是攻击政府啊 当然呢 如果说你如果有些话说的过分的话呢 这个东西会反弹 会反弹到他身上啊 那如果说他说这个杰森拉丹是part time prime minister 这句话 如果说大家觉得没有道理的话呢 可能会把他原来想说的东西呢 给虚化掉 那他原来想说什么呢 他原来就想攻击我们的总理杰森拉丹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去出访 对 因为杰森拉丹在最近几天在访问 一个地区叫做托克劳 你是以前听到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我其实真的没有 我是今天看到这些 我才去看了一下到底在哪里 他是在就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地方 是在离萨摩亚 这个好像离开萨摩亚 还要坐一天船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而且是一个没有机场的地方 是没有机场 所以杰森拉丹要到那边 他没有办法坐飞机 他必须要从萨摩亚搭船 是 然后这个算是 真的是舟车劳顿 才能到那个地方 舟船劳顿 不是舟车劳顿 可以叫舟 对了 舟就是船了吗 这座飞机到三摩亚 然后再坐船过去一天 对 一天的船 然后所以三分之就觉得说 你看现在我们有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 一户码的抗议活动 那你身为总理 怎么可以不在这个地方呢 你说他这个point没有到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 当然这个阿登的这个观点就在于 包括这个总统 总理 总理方面的这个办公室的观点就在于 因为这个厨房叫什么来着 这个名字 托克劳 托克劳是新西兰最后一个自治岭 我是这个上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什么叫自治岭呢 就是历史上它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是一个小岛 后来的英国就先太远了 你说从新西兰过去都那么久 英国过来 多少年才能去 而且那个岛呢 就是我刚才这个找了一下地图很漂亮 非常漂亮 可能与世隔绝吧 与世隔绝就有个钻石形的 这么一个像珊瑚群一样的 很漂亮 然后那个地方呢 居然还住了1500个新西兰公民 新西兰人公民 哇这些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这个你看天摇海角还不够 柳村还不够村 跑到那么远去 这都是外后话 这个题外话 这个总理去托克劳呢 是一个 总理府方面就说呢 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安排好的行程 对 他要先去萨摩亚 然后去上面要访问一下 然后再去托克劳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这个准备过程 当然 包括那边的都可能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人员都安排好了 所以这不是说今天总理拍拍脑袋 不是临时 说我去度个假 然后就去度假 但是你说这个 三分钟没有道路 就还是有道路 他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你不应该这个时候去 刚才这个小乐讲 他就有人抗议呢 然后说经济又不太好 这个时候去是不是不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国会好像是刚刚修完 对 修了三周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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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叶主编 你好 你好 你说 你好 你好 你说那个现在总理起哪了 叫托克劳 是一个太平洋大 对对对 一个小道 托克劳 他原来是不是 他爸爸就在托克劳当外交官 我好像还真的有 有这样一个印象 对 是 好像是 好像是 是托克劳还是哪 是托克劳 是托克劳 而且我记得好像 你这么一说 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印象 而且他刚刚到总理的时候 他就给 专门给收考 还有又托克劳 对 对对对 是 所以这个总理 人家说他假攻济师 或者是说 发展 我觉得没错 你觉得没错 可以 对 好 说他发展 可能还清了 我觉得有假攻济师 你觉得他是 富贪去旅游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 没问题 谢谢你 谢谢你 当然这也是一个point 当然这个 每个听众或者观众 每个民众 我们有一票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判断 这个您可以判断 他这个是part time 还是food time 就是去旅游了 在另一个角度来讲 托克劳有1500个新西兰公民 对 这是新西兰的自治岭 总理在很早以前 安排了这么一次行程 这个国家党的党魁 Simon Bridges 认为他这是去旅游的 对 或者说去为了实现 他自己的一些agenda 实现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旅程的一些想法 就因为他是part time 对 但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安排一次行程 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 也不是说我今天说call off 就call off 对当然 尤其是总理的schedule 尤其是总理 那边1000多个新西兰公民 那什么样的情况 说justify 或者说让这个取消 成为合理的 就是说你说给对方人听 对方也可以完全接受的 就比如说 国家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不用基督神恐险 对 或者说是 那个什么地震 或者说像 或者像pack river 这样一个旷难 对 那现在我们来说 这个ihumato是吧 这怎么是这么说 每次都说ihumato 这个抗议活动 是不是又足够构成 总理取消这个tokal之行的 这么一个理由呢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不同看法 对 而且在之前他其实也 这次纳尔顿也表示说 在目前现阶段 总理还有这个中央政府 是不会干涉到这个 ihumato这个事件当中 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觉得 这个总理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去 这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这么认为 你就应该守在他办公室 你觉得你就 随时需要出寻 可能就是不是 就是你原来就不应该计划 去tokal 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么想 就是你从day one 就不应该去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一共也就1500个人 有新西兰公民 你去那不就是为了 你自己的一些 一些自己的想法 认为这个他的假公祭祀 这也可以 这没有问题 这当然没有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反正我们 这个三分别是这个乔哥呢 他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 他说我们这个总理 是一个part time的prime minister 是一个part time的government 但我刚开始已经说了 任何反对党 或者是政治人物 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表态 但是这个表态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问题介绍出来 还是说你因为这个表态 说的太过分了 会让这个怒火 或者说让社会民众的不满 给他反过来加到他身上 这只有 每个人自己反反 他自己承受了 这个三分别是 可能真的是要自己承受这个后果 是 我总是觉得 这个我们对总理 您不满好 满也好 不满也好 或者怎样都可以 但是你说 他说他是一个兼职总理 你觉得这话太过分了 我觉得过分 就你可以说他全职做总理都没做好 做得一塌糊涂 或者说很多朋友会说他只会做秀 或者只会怎样怎样 这都没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观点 但他毕竟也是每天都在总理 干着总理的活 干得好 干得不好 你说他没有干 改变总理把他这个 过去一个月的行程列一列 全部透明化 然后积点起床 这个看看谁愿意干这个兼职的工作 这个的时候就可能会显示出大家的不同看法 当然这个还是这样 乔哥 他自己说出的话自己负责 他会不会只是想搏版面呢 会了 就是想要用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一个形容词 然后让大家觉得 现在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 是 他如果今天没有讲这么夸张的话 大家可能又觉得 反正他们又在那边唱 其实说到说回来 那就政治就是个很好玩的东西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说过分一点的可以搏版面 你说的太平淡的可能他就你这个人 反正反对党每天都在说 然而说到底还是得看他本人的能力 那当然 就如果他能力强 或者说颜值高一点 帅哥 帅哥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他不算帅哥是吗 你觉得呢 好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对 我觉得他不算是我 不算是我的风格 应该不算吧 好了 听歌听歌 这个尾号75556的这位朋友说 叶老师和英语老师好 想点一首王杰的今生错过了说爱你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啊 应该是情歌啊 王杰的情歌 应该是都蛮凄惨的吧 关系呢 呃来自其余的橄榄树啊 这个给大家播放到这儿 嗯 嗯 你说我们如果真的花这两个小时都在说政治会不会有点无聊 感觉今天就是一个政治主题 会不会 我都觉得有点无聊 但是今天就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算是也是值得提一下的 跟政治有关的 就是前初级产业部的部长 啊 内森 内森盖 内森盖辞职了 嗯 这个退出政坛了 对 呃 因为继这个Amy Adams 还有Alastor Scott 宣布要退出国家党之后 这算是第三位的国家党议员了 而且都是资深的 内森盖也是十几年了 对 而且呢 他年纪也很轻 是 然后才49 对49 不到50 而且是在昨天这个民调出来之后 今天就退了 哦 会不会因为这个觉得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开玩笑啊 是不是因为觉得推翻乔哥 没有希望 就干脆自己走 走人啊 呃 内森盖呢 是国家党排名第九 嗯 呃 Amy Adams呢 我记得是不是第三第四 反正就很靠前 满前面的 对 呃 都是重要人物啊 这个都走了啊 这个国家党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啊 对 刚才呢 还有一个要更正的地方啊 呃 那位打击的话 能不能说这个 解释尼尔顿的父亲在 啊 对 呃 这什么地方来着 我又忘了 托克劳 托克劳啊 曾经担任过外交官 嗯 我印象中的解释尼尔的父亲呢 确实是在南太平洋 某一个导博啊 担任过外交官啊 所以呢 我觉得哎 真的有可能啊 嗯 查一查 后来呢 发现其实不是啊 这个他的父亲去的地方是纽埃 对 纽埃啊 所以呢 这个应该来说呢 可能不是因为他担任外交官的关系啊 那是不是他父亲在担任外交官的时候呢 对这个托克劳有非常深刻的感情 或者说到杰西纳尔顿 他自己延伸到他有深刻的感情 所以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看一看看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所以呢 大家啊 你要是觉得他还是富汤的这个旅行者呢 也可以 不干涉啊 多谢 好的 内森盖啊 这个从国家党辞职啊 或者说他是退出政坛 是 国家党呢 其实最近呢 或者说一直以来呢 都有很多很不错的政治人物呢 到最后都会退出政坛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你们现在可以点英语歌啊 我们就只能够放一些 比如说有中文歌手 中国歌手翻唱过的英文歌 还是不可以点英语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谢谢 拜拜 呃 就是我以前讲过什么三门泡我 嗯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政治人物啊 不知道到了最后为什么都会推出 包括Amy Adams 这个当然这个所有这种人物在离开政坛的时候呢 都是为了家庭 对 要不知家庭 要不知自己的健康状况 信不信有你吧 反正我是不信的 好我们这个政治说差不多了吧 应该 我看看今天还有几首歌啊 今天还有一首两首啊 还有三首 还有四首 可能播不完了啊 这个尾号5599的周围朋友 想点播一首SOLA的风的季节 我们这个小乐老师来记一下啊 我们这个可能啊 跟你要说成抱歉 我们这边后面还有三首歌 可能这个您的这首歌呢 就是没有时间来来播放明天好不好 好 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37分50秒 36分50秒 我们要不要说点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东西 你想说哪一个呢 主要是我 我这个说的口干水脏 我希望小乐老师来 我们来稍微提一下这个之前 因为上周时候我们有说到在Christchurch有位女性 然后是因为是一个 算是私人的停车场吧 然后被罚了是多少 95块的一个罚单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就说 其实如果你觉得你拿到的罚单是不合理的 你是可以想办法去把这个罚单就是wave掉的 然后今天在主流媒体也出了一个新的文章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在哪一些情况下的话 你是可以去argue来把这个把这个罚单wave掉的 说到这个罚单呢 你又收到了一张吗 我没有 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这个WTV的电视台的记者 我们就中华电视台的记者 他今天上午去那个Wattacree法庭出庭 不是他出庭 他去旁听 就是那个审判 他是当 就是那个西区命 还是当Jury 西区命啊 他去采访 他去采访 结果呢 因为太着急 因为这个 你知道这个采访有的时候就跟战场似的 所以呢 就不胜把车停在了一个private的一个car park上面 对然后他付钱了吗 罚款200纽币 天哪 为什么呢 他现在还没有付 他只是拿了这个罚单 但他是因为没有缴停车费是吧 这是个private parking 就是人家的私人停车地方 就不是说是一个停车场 你认为上应该不存在什么缴不缴费的问题 但是我深深的怀疑 这个private parking的这个人的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来收停车费的 那他的他或者说他是一个part time 这个停车费管理员 为什么呢 你觉得太快了 就你以前在那个ponsie那边也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business的一个老板 他门口有一个停车位 对 然后呢 就因为这是一个你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shopping的一些小区 就是混在一起的 对对对 你从一个顾客的角度来讲 他很难分辨谁的停车位是谁的 对 因为像有些那个shopping 有些商店他可能是跟办公室在同一栋楼里面 然后外面就可能有个停车场 然后可能有些格子他会画说visitor 就是访客可以停 然后有些可能就是写说就是某某office的停车位 但是其实常常如果我们在干时间 对 或者没看清楚就想说 哎 这有停车位就停了 或者小小一个牌 谁看得清 对对对 对不对 我估计就是这样 那ponsie那件事情呢 就是也是啊 那个人就在抓到了一个 罚了好多钱 反正也是开了几百块钱的罚点给对方 反正对方不服啊 是 还引起了一段纠纷 还上了电视上的新闻 嗯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好 我停到了你的停车位 一定是我错了 嗯 没有问题 对啊 或者没有看清啊 就是没有看清你这个是到底这个停车位是谁的 嗯 或者说呢 因为赶时间我就想停一停啊 这个几分钟就回来 没想到你看了罚单给我 嗯 这都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 是不是要合理 两百块 你说两百块太多了 当然不合理了 我就我们就为同事一共大概就停了十分钟 他是收到哪样的罚单 这个他写了张纸 看起来像那个像正式罚单差不多 嗯 像CD console 但没有CD console 就告诉他 谁来开的呢 就是那个业主啊 就那个这个卡卡卡的业主啊 就是那个卡卡的业主啊 就是那个卡卡的业主啊 一般人应该是不能 除了除了说你如果说有人停到你停车位 也是可以叫那个头就是叫拖车把这车拖走 然后就可能他的意思呢就是我要收你两百块 如果你不给我两百块我就叫拖车 那我觉得这是不这是不合理 是啊 所以要挑战了 这就是我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停车的事又给大家拿出来说你可以去挑战他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说到其实就算是私人的停车厂 它是一个停车厂 但是他没有资格给你开所谓的罚单 嗯 他可以开的是可能就是说你让我的人必须要来给你开一张单子 就是因为你没有缴这个是应该缴的停车费嘛 嗯 所以应该有相当的费用 但是不应该叫做罚单 是啊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 你好 下午好 你好 谢谢又又搞了一个创业赚钱的机会 哦 是啊 嗯 有一个Sky City后面有一个音乐店 那停车厂的话位置大约能停五辆车 一起可以六辆车 人家就划四个车位 专门就是手出带出 哦 这个是全职的 全职 对 为什么度呢 这是合法的 对不对 有本事跟我打官司咯 打啊 打啊 合资中的卢组 卢组时间到了吧 到了 到了 我弄几个停车位 卢组 百分之五十赚 然后这个停车位 这个又百分之五十 当然你现金的话可以考虑 现金打折 好 可以可以 对 如果有一首歌 小贼你永远不干活 有这首歌帮他点一下 我知道今天很满 今天很满 对 好吧 谢谢 谢谢啊 这个朋友啊 谢谢 我真的要严肃 严肃考虑一下这个卢组的问题 这个 就是您要跟着知道哥一起合伙 开一个卢组店呢 就每天说卢组有点腻了 要不要换个 换一个 你另外一个喜欢吃什么 我也都考虑考虑 我看看我最近想吃啥 就是关于这个停车 停车位的事呢 其实呢 今天的这个 有一篇报道呢 就是说这个啊 说呢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这个parking ticket 就是你说到的停车单 其实也不一定是罚单了 他就给你个ticket 告诉你 告诉你 你要给我两百块 如果你不给我两百块的话呢 我就叫拖车公司 他后面威胁你一下 这个拖车公司一来呢 可能分分钟五六百 你自己考虑考虑 但这是一种威胁呀 那他就是威胁呀 怎么样 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执法人员 他凭什么来跟你说 你要你要给我多少钱 他就告诉你 他告诉你一个事情 按照那个average的 这个拖车费用 平均拖车费用 大概拖辆车 你去解决 他就是五六百 我告诉你这个事实 那如果你现在给我两百块呢 算了 我就不叫拖车公司了 因为这是我私人土地 你听在我私人土地上 我觉得如果我遇到 我就说那你就叫拖车公司 我宁可被这个合法的方式罚 我也不要给你 你觉得宁可被拖车公司 我凭什么 把两百块漏到你的口袋里面 然后他那边还可以说cash 还有apples 还可以说credit card 你要哪一种 都可以分齐付款 所以你看真的是全职的 这个不是兼职 我们来听首歌 放完这个歌广额就回来 我们来给大家讲 这篇文章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哪几个方面 如果你说到类似罚单的时候 或者听车单的时候 你有哪几个方面要注意的 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Beyond的歌曲 这个是伟号 我看一下 0398的朋友 他说点一首皇家居的远方的家乡 我想你应该是点Beyond 然后这个Beyond的一首歌 叫做温暖的家乡 那应该就是这首 我想应该是这首吧 我们来听一下 Beyond温暖的家乡 应该也听说 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 都舍不得把它拉下来 如果说到这个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 粤语歌曲 这个所谓的浓情歌曲 或者是深情歌曲的话 这首歌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林子祥的演绎 林子祥也是那种 能够把一首歌唱的这样的深情 非常不容易 那位说 应该是一位香港或者广东的 说广东话的粤语的女士 每天都是来点歌 我们的忠实的听众 很好听 感谢你 好最后时间不多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来说说停车票的事 有哪几个地方的事 似乎是需要来关注一下 我们来听一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刚才那位老先生 这个 可能讯号不是很好 好我们这个来说说停车票的事 对他们就列举了几个 其中一个呢 就是说 他就问你说 你其实可以反问自己 你是不是被某一个标志 就是误导了 对误货了 因为如果说这个标志是没有非常清楚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去缴纳这个费用 或者说罚单的 简单来讲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志 告诉你这里不能停 或者说你这里停要被拖车之类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哪知道谁是谁 对 依法律来说都一定要有非常的清楚列出来 是不是 是 像我们这个中关电视网停车场都很清楚 大家不要随便乱停 会被拖的 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到 像是私人的那个停车公司停车场 如果说他放你 就是罚你的话 其实如果你是没有违法 没有违规这个法律的话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给你做一个法单的 他只能够说他要收你多少钱 对 他要收你多少钱 还有吗 收一个费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费用是不是合理的 比如说200块 两三百块 这个费用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对 那其实那你就可以去争取了 我们听听看这个电话能接通吗 喂你好 你好 喂 对不起啊 这个没有办法浪费时间下去啊 我们再来说还有那个最后一点点啊 我们来抓紧时间 还有什么呢 对最后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给你罚单的人 他并不是这个停车位的业主 或者说的拥有者的话 那他当然就没有资格给你开罚单 是 总而言之 原来总之呢 就是呢 别人给你开了罚单 我们也不要说 如果是您错啊 这个当然就是产生错误 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说 别人给你开多少 你就一定要付多少 对 要分清楚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理 是 还有呢就是 他有没有资格给你开罚单 有没有资格给你开 这个搞清楚 不要了这个隔壁老王跑过来开张罚单 那我也想去做那个工作 然后隔壁老王 就站在庭船上跑边 还给你拿一个F post 你可以刷卡 没有现金没关系 可以刷卡 太搞笑 隔壁炉主店跑过来 没关系嘛 对不对 当然呢 还有就看看有没有轻师的告示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拒付 对 你又没有血 我怎么知道 就是你的 对不对 你这个不是钓鱼指法吗 对不对 小乐知道啥叫钓鱼指法吗 知道 就故意的 对吧 台湾话怎么说 一样呀 你这钓鱼指法 看来钓鱼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钓 大家都在钓鱼 当然还有的就是 你可以合理的说 他这个费用太高 或者太低 都行 好这个今天 你们会说太低吗 你给我开罚的费用太少了 太少 我要多交点 我觉得这个交点钱对不起我 要我开量这么大 我良心不安 我开量大奔 你才要把我五块钱 那也是 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也行 只要你愿意 没问题 好了 这个节目到了下午 这个是5点54分45秒了 这个 最后再来听首歌吗 你看这个 说了两小时正直 也过去了 对不对 最后再来听首歌 这个有一位打电话的朋友说 他明天不上班 我也非常想明天不上班 可惜老板不允许 好吧 老子明天不上班 来自谢帝 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世界还是4点到6点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天